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谈谷论经化中医 有这么一个案例 一位30岁的男性工程师 每天工作需要长期站立8个小时 但是他有传无成医 所以避免经常需要脱掉衣服去上厕所 所以他喝水的频率也很少 又加上经常熬夜 在前阵子呢 连续一个礼拜排便都出血 他很担心是不是得了肠癌 所以去做了大肠镜的检查 发现是三颗内置在作怪 另外一个跟痔疮可能也相当有关系的 叫漏管 这也是经常被人忽略的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议题 很高兴邀请到石成修中医诊所的院长 石成修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石医师您好 主持人以及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我想很多人对于痔疮这个话题 都挺敏感的 因为如果有也不好意思说 可能有些也不好意思去找医师治疗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评判在排便上 或在平常上可以知道说 我大概有痔疮 让我赶快去就医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排便出现一个比较剧烈的疼痛 或是出血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怀疑 是不是自己得到痔疮 但是最明显的感受的话 一般是觉得我们肛门在排便的时候 随着排便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异物感在那周边 一般来讲外痔就比较明显看得到 那内痔的话 或是另外一种叫做混合痔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种感觉的问题 那有那种感觉排便有异常的话 那建议他还是先透过医生的检查 看属于哪一种痔疮 再来正确的一个预防跟治疗 所以您刚刚这样讲的话 一般人的痔疮可以分为外痔 内痔跟混合痔 混合痔的意思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先解释一下 好 这边有一个颜色比较不一样的界线 是 这个就是一个分泌线 叫做齿状线 在这齿状线上面的 所称的痔疮 这属于内痔 在这个齿状线 往下延伸的这块区域 接近肛门口了 这个就是外痔 如果从内痔 长到外面的地区 这样的痔疮 我们就称作混合痔 那内痔的特色是 它只有异物感 你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肿块 那它的表现通常是初血 因为摩擦 对 摩擦肿胀 但是它不痛 不痛 那如果是在接近肛门口的 这个叫外痔 那这样的外痔 基本上我们看得到 甚至触摸得到 有一块类似肉球 肉柳这样的东西 而且它非常的剧痛 那混合痔了 它跑出来了 你觉得 就内痔跑到外痔去了 对 这一种就是 从内痔慢慢延伸出来 因为内痔本身 比较容易出血不痛 所以当它从内痔 延伸出来到外面了 这个叫混合痔 那它是属于不痛的 所以有一些患者发现 好像有痔疮 因为有的人剧痛 可是有的人 似乎都没有什么疼痛感 只有觉得做的时候 有一个异物在那边 是 那这个就可能不痛的 是属于内痔 延伸出来的 那会痛的肯定就是外痔 外痔 那哪些人容易得到痔疮呢 我们这边有三大点 第一大点就是便秘 第二个就是冷 第三个就是太劳累 累也会 那什么叫做便秘呢 便秘就是说 我有排我有排 但是我次数不够多 或是说我每次有排有排 每天都有上厕所 可是那个量都很少 另外一个就是 排便非常硬 才会产生大的一个摩擦 因为你必须要很用力 这样的一个便秘状态的患者呢 常常久了就会造成 粪便跟直肠的摩擦 产生这个痔疮的一个状态 那久冷大便 通常是现代人最常发生 有时候正在开会 你要上厕所很难 所以这久冷大便 常常造成叫便秘消失 便秘消失刚开始的时候 你只是不太排便 我最严重的患者 有两个礼拜没有 上厕所 怎么可能 真的 严重的是便秘消失 反射消失了 那运气比较好的 就是没有排便而已 那运气比较不好 或是因为某种生活习惯的不良 或饮食习惯不良 它会开始产生 静脉曲张的痔疮 另外一个是过度劳累 过度劳累 如果是比较久做的 做办公室的人都一直做的 那这时候再加上我们过度劳累 我们肛门周边的静脉 会血脉运行不顺畅 加上我们劳累过来 产生一个需要虚热的状态 产生大肠饥饿 变成一个痔疮 那当然再加上 如果我们还要熬夜的话 或是睡不好 那再加上一个肝胆的虚热 那大肠虚热加肝胆虚热 就会严重的造成 这个痔疮的发生 理解 那么我们中医怎么去辨证论治 我们会有这三个体质状态 第一个就是湿热孕节 第二个是肠躁便秘 第二个是气虚失衡 但是还有一部分比较属于女性的 就是血液气质型的 那这个是孕节型的 特别喜欢吃 比如说夏天很热 吃冰吗 不是吃冰 夏天很热还是有人吃吃麻辣火锅 还有人很喜欢补 夏天在补 对 或是说我们吃那些比较油腻的一些食物 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乳酪饭 对痔疮已经发生了 乳酪饭这个其实是一个稍微比较禁忌的 那一般人就无仿了 乳酪饭 因为它油脂非常高 虽然油脂可以润肠 可是它本身非常高 会造成整个身体很湿热重 另外一个是肠躁便秘型的 这一种大部分是属于比较少喝水 水喝得很少 习惯的问题 然后身体又偏稍微热 但是这个热没有上面那个热重 上面那个是水分多 下面这个是水分少身体 很热 所以肠躁便秘型的这一种的痔疮 是属于比较干燥燥热型的 另外一个是痔疮久了 那外痔很明显 或是混合痔很明显的 肛纹一直往外脏 往外脏 收缩力不好 那这个也是属于叙叙失故型的 另外一个是我们讲久做循环不良的 但根据这个不同的阵型 体质上的差异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治疗方式 不是每一个人都用一样的 像湿热郁结型的 我们就会用止痛如神汤这个药方 甚至我们可以用溶胆蟹干汤 也可以 还有重要一个叫导刺散的也行 那肠躁便秘型的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帮它通大便 或是润躁 那通大便的这个比较常用的方式 就是成气汤类的 那大成气汤是比较强的 那我们也可以选增益成气汤 增加水分的 马脂仁丸的五仁丸也可以用 子类的药物比较有润肠的效果 它是润肠 那至于那种肛门缩缩力很差的 我们就可以用补中益气汤 当归补血汤跟八申汤 不过在用这个补中益气汤 当归补血汤或是八申汤 要注意我们在服用的过程中 有没有反而造成的长照 或是大肠湿的这个状态 所以一般这个在很后期的时候用 这两个在比较早期的 早期 那如果我们确定 我是久坐办公室不动 或是平常就很少运动的 这一类的痔疮患者 我们一般会用凉血的药方比较多 所以医生你刚才意思是说 经常运动人比较不容易得痔疮 基本上是这样 经常有在运动的人 他血液学人比较好 他肌肉张力 也比较好 他的身体的热也可以散掉 所以他不会积热 所以大部分我们叫肿脏的病 都跟这个积热是有关的 只是分食了 虚了 这样 那如果得了痔疮去运动 也可以让他稳定还是会消失吗 痔疮是不会消失的吗 痔疮其实它是会消失的 会喔 它不一定要开刀 它不一定要切除 那大部分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 比较简单的就是它叫静脉曲张 它里面有很多血管虫 静脉虫 那因为可能我们知道 最常见的是便秘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在摩擦摩擦摩擦 造成它更肿胀 我们只要让他身体不热 他这个直肠就不容易肿胀 自然它会恢复原来的一个直肠状态 是 这是可以恢复的 那平常我们当然要怎么去预防它发生 或是发生了之后怎么办 最简单 那些高糖高热量的都少吃 不管你怎么饮食 饮食要减少这个热源 有的人说我很清淡 有的时候吃蔬菜 但是它加了很多油 这样也不行 橄榄油 有的时候橄榄油很好 如果加了很多橄榄油 也不是那么适合 只要你有痔疮你就要试试看 你加了如果变严重了 表示你还不够清淡 虽然表面上清淡 但是没减少热源 你可能智商还是会持续存在 或是它就不会好了 第二个是熬夜一定是会造成 肝胆湿热 肝胆湿热常常会夹杂大肠湿热 那你越熬夜 或是说过度的劳累 这种热向产生的时候 本来痔疮也许是只是存在 不一定会大发作 可是它可以瞬间大发作 久坐会造成痔疮 通往都不是刹那间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 只要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没有熬夜我也很清淡 但是我还是痔疮 那可能要考虑要是 常常做太多了 没有运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要洗身活动 不要一直坐着 是 当然平常有真正的运动 那是更好的事情 那千万不要蹲马桶又看包子 就是要上厕所就上厕所 对 你要干脆最好一分钟内解决 OK 排便很顺畅的 基本上自疮率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便秘的 应该多吃含水分多的 一个蔬菜水果 那纤维脂有些是不是也不能随便吃 如果是平常排便就是比较顺畅的 稍微只是比较硬 那你吃多牵的是OK的 但是你的粪便是属于非常干燥的 你吃高鲜的 反而会造成更便秘的结果 所以很干燥很干燥的排便的人 其实应该要多吃 水果 水分多的蔬菜水果 那最好呢 一定要养成固定的排便习惯 其实良好的习惯可以帮助我们 减缓那个痔疮的产生 对 而且可以不要开刀 那如果开刀了它会再复发吗 切除了只是解决了 这个叫做醉生物而已 它没有办法解决再生的可能 是 所以它切掉了一阵子 你生活习惯还是像往常一样 补肠 那你还是一样会再发生 对 那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 比较清凉的话 那施医师要介绍什么样的茶饮 我们介绍一个槐花饮 这材料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槐花 再加一个甘草 这个槐花它有清大肠湿热的一个作用 而且它当茶饮的时候 带了一点微微的苦一点点而已 强调一点点 它不会让你觉得喝起来不舒服 甚至你天天都给它泡茶来喝 你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所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预防 这个痔疮的一个茶饮 当然我们痔疮如果正在发 那我的建议是把它煮过 最好可以配合那个黄渤 为什么 这两个其实是兄弟 如果说你正在发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两个夹起来 用煮的话 那平常如果只是要预防 或是我们有这个病史 那我们就是用泡的就好了 把它洗一洗之后 把它放到保温瓶里面注入这个700cc的热开水 再闷一下就可以了 它具有那种凉血紫血清钢瓦 这个凉血的概念跟紫血概念 它属于静脉曲张的一个过度扩张 甚至已经到出血 那这个淮花伞具有让这个血液循环的状态 比较安定 安定了之后 我们的凉膜本来就会收缩 它就会收缩 它就会止血了 所以说特别这个淮花瓶 很适合这个内置型的痔疮出血型的 那这有没有什么时间点是不宜喝的呢 因为这是一个茶饮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药的溶解率没有极高 它没有什么禁忌 比如说很虚的人喝到淮花瓶会不会怎么样 也不太会 但是如果是煮过的 那就不一定了 煮过的一般要医生来建议 适不适合这样 那有些人也想要用作愈的方式 把那个痔疮慢慢慢慢看 它能不能收缩回去 那施医师有哪些药材可以用呢 如果我们想要透过这个作愈的方式 快速地让这个痔疮缓解 是 那我们就用这个淮花 黄薄苦参跟半支莲 还有这个薄荷 以及这个枯帆 将这个六个药呢 用滚水 把它煮大概20分钟以上 腰性擦出来 那对 水多一点没关系 那待它比较凉的时候 大概30度不要太热 因为痔疮本来就是怕热了 那大概30度 有点温温的 可以行血气的这个温度 那我们大概坐30分钟 坐愈法 比较适合外治疼痛的患者来使用 有时候你洗完 大概是一个叫起来 蛮快的 那如果是这样 会不会因为洗完 它其实身体也比较凉了 那可能内置也会慢慢缩 会不会 应该是这样讲 坐愈法比较偏治标的 速度快 是 它没有办法改变体质 但是对于初发 第一次发生的 它还是可以达到一个 叫做根除的效果 因为它是出发 是 但是如果是对于那个 经常在发生痔疮的人 作为只能暂时缓解 那真的要让痔疮不太发 那它还是要从体质下手了 是 理解 那今天呢 医师还要跟我们分享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一般人比较不常听到的 叫漏管 那漏管跟痔疮的差别在哪里 一般来讲 这个痔疮就单纯的 在直肠里面 是 到肛门处这样子 那漏管就不一样了 漏管呢 它这个直肠的黏膜 中间有个管子 直接通到肛门旁的皮肤 所以肛门肉管 它的病罩 你看得到的是在肛门旁边 不是在肛门 是在肛门的旁边 出现了一个窗口 那这个农窗的窗口 有一个管道通到直肠里面 那会不会是痘子 不会是痘子 都是表面的 就是说青春痘 或是说丁窗 它单纯只是皮肤 皮肤的表层 产生了一个浓阳状态 它中间并没有 跟里面的组织 中间有一个贯通的管道 那怎么去会发现 它中间会贯通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当你这个农养 是有粪便味道的时候 那表示说 奇怪你这个粪便 黄黄的粪便的一些体液 为什么不是从肛门出来 却是从这个窗口跑出来 而且它很明显是有粪便的味道 所以就可以用这个来分辨 对 有的人穿裤子 裤子会有粪便味 而且有除了浓之外 也有黄黄的一些粪便的残留物 那一般的人不会 伸漏这一些粪水 不太会 可是柔管它就会 所以说当你的这个窗口 是有粪便味的 有粪便的残疑的一些物质的时候 那你要考虑你是不是得了柔管 这边有图可以看一下 比较清楚一些 一般这个是直肠 直肠 这也是肛门口 一般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有一个小窗口 就是这样一个 这也不小 这非常大 这个大到可以像一个拇指宽 对 因为我看它旁边还有轻轻的 这个是治疗过后的 治疗过后 这是正在发生的 那这个 因为这个孔洞会胜溢 一般是粪水加浓 正常的状况下是说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发炎点 是 一个叫破口 那这两个窗口或破口当中 就形成一个管道 所以粪便会从这边流流流流出来 OK 那正常来讲 这个一个齿状线 它是一个分泌线 它分泌线黏液 它就跟粪水混合在一起 透过这个窗口流出来 所以它是内外都在发炎 不是只有外面在发炎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 大部分这个分泌线 它有一个凹窝 这个凹窝常常会像 杯子一样会沉水的状态 会有残留的一些液体 当然这些液体通常是粪水 它有细菌 它在这边 但是你职场在发炎的时候 有时候你这些地方状态不良 这个地方就容易开始发炎 那慢慢这发炎会越来越大 大到周边的肌肉组织也化浓了 然后越化浓越往外的扩张扩张 扩张到这边皮肤表层 整个破裂 它的破裂口是在皮肤表层 所以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管道 那这样子以中医来看 它是也是太燥热造成的了 它的成因 比较跟痔瘡的成因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只是痔瘡大部分是静脉曲张而已 可是这个会化浓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发炎反应 所以这个跟细菌就比较重大的关系了 所以这个应该假设说 我们刚刚有谈到其中一个症状叫做大肠湿热 那这个就是属于超大型的湿热了 所以在治疗上就是要清热了 对 它这个完全在初期肯定都是清热解毒为主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三个重要的点 就是一个湿会烂 热会发炎 那这两个加起来就产生一个致病的毒素 就变成湿热毒 那初期 我想讲的是初期 不是一直都这样用 初期就以清热力丝解毒为主 最常用的五味消毒液也可以 黄链解毒液也可以 溶胆卸干汤也可以 随着它的阵型慢慢改变了之后 我们看回来这个图 当这个地方这个状态 大发炎可以用刚刚讲的清热解毒方式 慢慢这个开始收口了 而且白肉开始出现的时候 这个方子就开始要退去幕后 就要改成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肉管比痔瘡男子多了 它的程序方案比较多 那所以像这样的话 是不是它病人都要每天来就诊 你才会知道它的变化 还是它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 它变化很快 像这样到这样只有三天 初期很快 比痔瘡快多了 但是它后期时间会拉得很长 你是说这里表面好 但里面要好 里面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把从这样的创口 慢慢缩小 缩小到快要没有 而且附近周遭的肤脂 要变得很平滑 颜色 肤脂都一样的时候 大概比较能确定 它里面的创口也痊愈了 理解 那今天我们探讨了两个议题 一个是痔瘡 一个是漏管 那漏管一般人可能比较少听到 但是反正我们也不见得 都有可能产生这个状况 反正是痔瘡比较经常听到 那在医师还是最后再提醒观众朋友 在生活上我们可能要做哪些调整 就不会产生痔瘡或漏管 我们所有一切的病 都来自于跟吃跟生活 那吃比较好控制 就是说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吃那烤烤炸的辣的 这一类很刺激的 尤其是吃的会全身很热的 很热 尤其像夏天这种天气那么热 你在吃更燥热的时候 那你就很容易造成发炎 那睡眠当然是越正常睡越好了 11点后尽量去 假设我们因为工作关系 或是睡眠病不好的关系 非得是要晚一点睡 或睡眠品质比较差 或是睡的时间比较短 那我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 增加休息度 避免身体有虚热发生 平常一定要多喝水 水是最能解热的 所以一天喝超概34件 都没有关系 那正常的饮食 我想这个病应该是可以根治的 甚至不需要动手术的 因为像楼管这个有的开到过程 伤口会蛮大的 是 愈后也会不好 所以一般来说 能不开到我们都尽量不开到 那生活可以保健得很好 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 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分享 谢谢您 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